范冰冰近来一直没有闲着 忙着自己的面膜品牌 再次被邀请参加一些商业活动 虽然不能像以前那么高调 但是范冰冰的人气依旧不减 范冰冰在9号晚上出现在一家商场 看她周围有多少人围观 就知道大家是多么的热情 还喜欢穿着超厚底的驴体鞋 配着礼服 步履轻快 稳重 根本就没有人服 身旁的工作人员正在照相 范冰冰这么多年来 已经习惯了类似的追星场景 一路走着表情淡定 依然是遇见 除主办单位安排的保安员外 范冰冰身边还有绯闻男友 两人相识多年 范冰冰遭遇事业低谷 男方也没有疏远她 彼此在活动中 几乎都会互相帮忙宣传站台 即便被外界反复猜测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两人还是不必闲 在场的朋友近距离看过范冰冰本人 许多人由衷地觉得 女明星气质与素人确实有很大不同 那种自带光环的感觉 是我们无法模仿的 范冰冰疏低马尾 后世的头发让人非常羡慕 因为头太小 倒显得脖子有点粗 长期以来 范冰冰的正脸 被说成是识别度极高的美貌 这一次连侧颜也被夸赞精致如雕塑 侧脸五官立体地站在一起 可以说她的正脸非常漂亮 与范冰冰现场互动时还收到了鲜花 她应该也知道自己的侧脸很有优势 很多拍照环节 都是微笑的同时侧着看相机 会很容易放大效果 还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范冰冰的手是没有屁图的 脸保养得很好 手还略微老了一点 假如没有看过手背的状态 范冰冰和奔四还算不算老 主要是颜值太耐打 之后 主办方给热情的粉丝们拍了一张合照 大家都对她不遗余力 堪称铁粉 范冰冰本人也十分大方 而在把pose时 为了照顾孩子们的身高 范冰冰特意下蹲 与其他粉丝也紧紧相拥 毫无表情 而且还不存在隔离感 这种感觉非常吸引人 即使范冰冰不能再次回到大萤幕 她的生活还是多姿多彩的 没有演员也有自己的商业价值 年轻时打滴底子够好 加上她本人也自律 会保养 会健身 每一次露面都光彩照人 谁会不喜欢这样的女明星呢